谢谢大家今天辛苦了 还好电气真的回应来了啦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人气作家贾静温 可以有后脸皮自己这样讲 真的耶 突然就骄傲起来 一点都没有 我在这边很开心 在新的一年见到大家 然后也看到了你们的热情 也分享到你们对我表达的一些 支持 谢谢 那大家就开玩笑来问我说 你觉得你这本书 比如说Bubu或你先生 加了多少分 其实我刚刚就忽然想到 我觉得我如果没有他们 我也写不出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文字 所以我们等于是一个福袋 一个打包 我们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了 把这个幸福跟大家分享 因为Bubu现在快到了那个三岁 就连他们说猫狗闲的时间 对不对 我刚才想说不可能 他是一个小天使 怎么会有这个时间呢 诶 他快到三岁咯 那个时间也就快来了 昨天起床气 就是中午五早过后 他现在因为很棒 就是在借尿布 所以自己都会说要上厕 Bubu跟Bubu都会在上马桶 他昨天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他Bubu在那个小马桶之后 告诉我说 他不要擦Bubu 他要直接起来 然后我说不可以 他就 大哭 爆炸了 然后我就在想 好啊 你就不要起来啊 那你就继续坐 我就出去 他就一直连续哭了15分钟 哇没停 而且不准我碰他 他就黏在那个自己上完厕所 那一缸上面 那一缸有味道的小马桶上面 然后我就跟他对看 蹲在他前面 这幸福吗 我还蛮幸福的 这是有幸福的味道 有有有 那个味道到现在还在我的鼻窍 对 Bubu其实现在一直 我们都有带他去上一些 就是适合他的课程 所以将来我想 我们也会面临到这一题 我觉得要看Bubu的性格 才去帮他决定学校的部分吧 对你们有看到那个 每天耶 他每天其实很热情 很想要跟他妹妹有互动 但是他两只手 一定要勒着他妹妹脖子 或把两只手蒙到他妹妹 不能呼吸 然后他妹妹就要挣扎 然后我们就要冲过去说 Bubu不可以 就是他很热情 但他的位置每次都抓错 所以现在正在学习 叫他抱别的地方 不要每次都攻击脖子跟脸 比如说我要想要拿一个东西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在我在我顾伯妞 我顾伯妞 他就会这样讲 对然后他就过去拍拍妹妹 说伯妞不要怕 Bubu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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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学大人的很学大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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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